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7月30号 张医师献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肩部原始点仍以贵之为准 我们现在就请老师示范 好 我们今天来示范肩部原始点 那肩部原始点我们之前有发表过的 就是有贵之 还有坐姿 那这一两年我坐下来的感觉 坐姿确实效果不好 它这种好像很多人反应就是 揉不大出来 那最后我也自己试过之后 我发现还是原来的贵姿 比较容易做 所以我也希望说 做肩部原始点还是回到过去的 贵姿 那贵姿有几个要注意的 好 我现在来示范给大家看 那贵下来首先要跟各位讲的 就是你看他的手刚好在我的裤挡 对不对 那你们如果不会闪避就直接这样靠过去 很尴尬的 不要笑很多人真的是这样 这样盲撞的就去做了 好 所以先要保护啊 我还是觉得这个一定要解决 那怎么样呢 你跪下来你先看他的手 然后跟你的身体 要保持还有一点距离 不要去碰到 这个我先提醒 不能碰到 碰到是你的错 不是患者的错 人家都静止的 那动的是你 好 那这个位置找出来之后 你看会不会碰到 一定不会 如果有一点点距离 因为你要按下去的时候 你屁股一定会往后 身体才会下来 这里的距离就拉大了 所以根本不会碰到 但我看很多志工就是会碰到 他可能脚跪到太前面 然后没有保持距离 第一个他碰到了也没有警觉 然后一直这样沉迷在做 然后旁边的人就说 你看他这样 他们会跟我讲 有一次就是这样 那个李志工他先生也在旁边 然后他就帮这样患者做 那他先生就来问我 张医师他这样做对吗 他先生提头 我说不对啊 对啊 怎么能这样做 他先生很不以为 所以我说那你要讲他 他说我讲没有用啊 所以其实他先生一直很在乎 了解我的意思吗 然后太太又比较强势 所以他好像已经委屈很久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不要说他先生 我也觉得不大适合 所以我建议 第一个 这一个一定要先解决 要不然真的刚好就在你中间 所以我们跪之后要注意的就是 先保持一个距离 不要太靠近 跪你这样跪下来 你如果照我这样一个距离 绝对不会碰 你看我再跪下去的时候 这里马上就拉开了 所以你们在做的时候 自己要有刚开始学习要有警觉 就是反正不能碰人家 碰了跟患者无关是你的错 那我们一般放下去会 错误是在哪里呢 大部分都靠外侧 然后去顶人家那个边缘 顶那个非常敏感 顶下去很痛 你们就哇我找到压痛点 然后越柔越素 患者其实是很不舒服 在被你们摧残 那以我的经验是 我现在差不多 如果说再学这一套 会学到最后会有一种直觉的感觉 就是他不需要 就是去比来比去 大部分是你放下去一定对 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知情 因为你做久了 你放下去能够放得下去一定是对 那一般会放下去 错是怎么感觉呢 当你放下去 这个会滑下来 你就知道是错 那你会放得上去一般是对 但你不至于放到这样肩部 这样你也可能会碰到裤挡 这个肯定是错 所以大部分你放下去你做久了 一定如果没有碰到人家 然后又放下去很舒服的 一般我觉得一定是对 为什么是对 因为即便稍微错一点点也没关系 因为你在滑的过程中 就怎么样 即便差一点点 你在来回的时候就已经按到 好 这是刚开始位置的时候 我做如此说明 第一个 你做的第一点先找出来 它是从腋下 我们这一两天在练习的时候 我发现很多人都从这一点开始做 其实太下面了 肩部原始点没有那么下面 就从腋下这样画下来 然后到这里 我们的工具 我们是用这里 你们一定要确定不是用轴肩 轴肩是顶人家的 我们不是刚好轴肩下面那一个原润的 因为这里很敏感 然后这里的时候 到这里骨头尽端处才转 但我们会犯一个错误就是 你已经做久了 知道到这里有转弯 然后还没有到 你就开始身体一直在转 然后这里反而把角度 那个最后的角 转折角没有按到 就忽略了 工具拿起来 然后记得工具是怎么样 身体你看我没有下沉 你看我的身体 我不是手这样下去 我是怎么样 身体把工具带下去 了解我的意思是吗 那这两者有什么差别 你这样放下去有压迫感 患者不舒服 我身体放下去 我这样有没有 放下去 然后这里放下去之后 整个身体就松了 然后整个身体就沉下去 好 那沉下去之后 我开始做了 我手完全没有用力 我只是来回 但这样的力道非常的大 记得不要出力 好 那我一路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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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手肘会感觉到有骨头 我就知道要转弯了 好 这里我已经感觉得到了 再出去我就你看 有没有 我就出去 所以这一点就是我刚刚讲的 应该就到尽头了 好 那到尽头怎么办呢 开始 你要记得哦 在这里 然后开始这样 跪姿 跪姿这里 转折点这里 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 有些人这样 开始这样 不行 到这里的时候 屁股一定要挺直了 下半身也挺直了 然后这个手掌心向内 然后你这样靠过去 用身体靠过去 有没有 但靠过去会有 志工会错 错在哪里 它靠过去的时候 身体顺便弯 这样没有力 这里身体不变的 它是这样靠过去 然后往下靠过去 往外往下 这里角度一定要出来 身体绝对不能夹死 好 这一点稍微注意 好 那这样就顶进去了 顶进去之后 你的手一样来回而已 其他你也不用管 你也不用比 有些人一直按一直比 不用 你就用手肘去感觉 我是在骨头下沿 边沿就好 这样就可以做出来 那这里还要注意一点的就是 你手不要出去 有些人这样 就会压到人家骨头 所以一定要稍微缩回来 掌心向内 这样才可以真正做出来 好 那我再示范一次 从头做示范一次 第一步 把位置拿出来 不要去碰人家 然后第二个 身体往下沉把工具带下来 带到这一条线 初学者你就这样比也没关系 肩颈结合处 肩锋 二分之一划下来 如果做久了 知道自己不会犯错 就这样直接放下去 好 那开始做 好 那这一次我就一口气做到完 就不讲解了 好 好 OK 好 这个动作切记哦 不要这样哦 这样是做不出来的哦 不能蹲 你的屁股要起来哦 这样哦 然后身体挺直哦 然后往外靠 往下沉 好 这样才能做出来 这样是做不出来的哦 所以我一般习惯 那你们这样我都会踢你们屁股 往前踢 让你们说哦 这叫临门一脚 这样停一下 大家就注意 要这样 好 谢谢张医师 今天示范肩部原始点最新的按推方法 用跪姿的方式 那我们现在先播放一段 刚刚张医师说的 要怎么样找这个肩部原始点的位置 我们先播放一段 之前老师拍过的 讲解过的影片 肩部原始点 它的位置 首先找出肩颈结合处 也就是从颈椎下来 还有肩膀上去 好 它的交汇点 就在这一个点 第二个要找的点 就是肩峰 这里骨头最高点 好 这一点也找出来了 然后这两点的终点 好 二分之一 好 这一点找到之后 然后平行于脊椎直线下来 以腰下等高处 也就在腰下再划过来 好 这一点 就是我们的肩部原始点 起点 第二个要做的就是姿势 我们采用跪姿 工具我们是用手肘 掌心向下 然后不是用肘骨最尖的去顶人家 而是肘骨下面这一点 好 然后再放到我们第一个点 第一点放上去之后 这里不要身体太高 而是往下 姿势稍微低一点 放下去就是按了 然后开始来回 前后推 按 推 按 推 按 推 推 但这里已经很明显了 这里有碰到骨头了 这时候我们身体开始要转 然后身体要挺直了 这时候掌心向内 手不要往外 而是要往内缩 好 然后开始顶下去 按 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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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一点就是近端处了 同样 同样 如果要对侧肩部原始点的按法 身体也要移动过去 姿势一样采用柜姿 位置找法跟刚刚一样 一手固定在患者身上 可以用左手也可以用右手 看个人 手肘向下 放下 放下去 就是按了 推 按 推 按 推 按 推 好 这一点已经碰到骨头了 也就是肩胛骨下沿 这时候我们身体要转过来 身体挺高 挺直 然后这时候换个手 一定要用左手 一样顶上去 掌心向内 这时候跪姿 脚 尽量 不要超过太远 一定是在他的肩膀对过来这里 好 那手也不要超过他的肩膀 往内缩 好 开始 按 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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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已经是最后一点了 以上是肩膀原始点的按推方法 我们现在再来介绍 肩膀原始点的舒缓方法 工具一样是用掌根 然后采取柜枝 放上去 然后一样放上去就是按了 然后推 按 推 按 推 按 推 推 另外一边的舒缓 也是同样方法 采用柜枝 用掌根 然后放到肩部原始点 按 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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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肩膀原始点的所有介绍 好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 肩膀原始点以贵姿为准 就播到这里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吉友 一 一 一 好像 обыч 可 小 对 илли education 坐 那 一直